。 爸 刚才谁的电话 您怎么没接啊 没说话就挂了 喂 是乔严吗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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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你 你不说话是害怕爸爸批评你 可是你还是打来电话了 这说明你的心中担心着爸爸 对爸爸放心不下 也担心着家里 燕燕 爸爸说得对吗 燕燕 我知道你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孩子 但是你只能在观念上独立 在生活上是很难独立的 这次你居然死掉了公职 突然离家出走 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既然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我相信你不是一时冲动 可是在你走之前 爸爸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这是爸爸的实质 是爸爸的责任 爸爸对不起你 爷爷 刚才爸爸去了你的房间 你好像把咱们的全家福给带走了 看样子 你是做好了长期打算 短时间内是不准备回来了 可是 你走 为什么不多带点衣服呢 我知道你平时没有什么存款 花钱上有不同的节俭 突然就这么走了 你的生活来源怎么办呢 燕燕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告诉爸爸 那也就算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说我工作了这几十年了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好朋友 你万一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给爸爸来个电话 或者像现在这样 你不说话 就爸爸一个人在电话里说 燕燕 到了这个地步 爸爸能对你说上几句话 也就非常满足了 爸 他始终都没说一句话吗 他这是用沉默来惩罚我 我这都是自首的 燕燕 敢做敢为 敢恨敢爱 有什么就表现在脸上 从来没有娇柔造作 是啊 燕燕这个人非常透明 在这方面 我们这几个姐妹都不如他 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 总以为他有了主见 我就没有更多的关心他 可女孩子再有主见 她毕竟也是个女孩子 关键的时候 还需要男人的帮助 特别是自己的父亲 我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 爸 这事都怪我 昨天晚上 您让我上楼去劝他的时候 当时 他就说了什么 要离家出走之类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在意 我以为 那是在跟您赌气 是气头上的话呢 都怪我 行了 不说这些了 你们今天还回公司吗 你说呢 爸 我们还是回去吧 爸 您没事吧 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 没事 你们回公司也好 这些都是怯神利益 几位那边已经着手 调查陈清凌的事情了 他们查他们的 你们查你们的 他们公事公办 你们就不一样了 把问题查清了 是为了救自己 救企业 是为了救活 那几千名的职工家属 这些都是切身利益 颜颜 你别哭了 电话也打通了 虽然你没有说话 但是你听了你爸爸那么多的话 你们俩都一脚安慰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呢 先回去了 别多想了 待会儿好好冲个澡 好好睡个觉 真是不好意思 头一天来 就让你跟我受累了 你说什么呢 好好休息 抱抱我爸 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 我走了 好休息啊 好休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房子 对啊 她说得让你先有个家 她没和你说吗 没有啊 那她一定是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就在那边 我来开吧 这不好吧 我是打工的 这是我的工作 没事 我也是打工的 那目前呀 我还不如你呢 怎么会不如我呢 当然了 我还不知道 别人要不要我呢 怎么会呢 你是董事长的朋友 她怎么敢不要你呢 没准啊 她会考虑让你做个副总 啊 我可不敢有这个奢望啊 哎 安经理 你到公司来多长时间了 刚刚成立我就来了 这一晃也有几年了 那董事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你别多心 我只是想问一下公司的代理情况 来 我来 没问题的 技术很好 我ãy保护我 内地去 江泽 甚至到 怎么样 太漂亮了 怎么样 你喜欢吗 太漂亮了 这房子在你们当地 什么价啊 原装修备家具 再带上全套电器 两三百万吧 太贵了 这儿是卧室 你来看看 好啊 是你公司自己买的吧 是我们董事长 自己买的 一直空着 那他干嘛不住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呀 现在不空了 董事长准备送给你了 蠢子 开玩笑吧 董事长 燕燕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过来 来 过来过来 你看 这张表 你把他填好了送上去 让他们帮你过个户 什么呀这是 我不是说过吗 你给我一个难堪 我还你一个惊喜 帮你安个小家 以后啊 你就不想家了 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一片诚意 你就填吧 是啊 填吧 爸 您看这样可以吗 很好 我早就想把老班长的坟墓重修一下 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是你帮着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谢谢 爸 您别这么说 您的心意我懂 乔荣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做这些事 是天经地义的事 小语啊 以后 您要好好地关心乔荣 爸 您过来一下 我跟您说点事 爸 您还记得 乔荣上次抓的那个歹徒吗 记得 不是判了武器徒刑吗 是啊 可是这事还没完 特别麻烦 怎么了 这个人啊 在外边有一帮兄弟 老实想得机会报复荣荣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报复荣荣 我有一个朋友是边警察 他告诉我的 所以他让我提高警惕 这帮混蛋 不过爸你放心 我一定会提高警惕 保护好荣荣 爸 向东 你们说什么呢 我在跟爸说修坟的事 爸 那咱们走吧 那咱们走吧 荣荣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一趟吗 能啊 爸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只是我想和你聊聊 行 那我到这儿回去 晚上陪您吃个饭吧 走吧 走 爸 荣荣 今天你一定要跟爸爸说 我工作调动的事 啊 向东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开这个口呢 这让我很没难 真的 而且我一旦开了这个口 爸爸也会很没难的 你知道吗 荣荣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送你吗 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路又不远 干嘛还要跑一趟 因为我怕你出事 出什么事啊 上次你逮住那个坏人啊 外边还有一帮哥们儿 天天想逮着机会报复你 不光是你还有我 真的 是啊 要不然我干嘛非得送你呢 所以你说是这么成天 要人提心调导的事谁受得了啊 所以我们必须得走 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 啊 这就不光是我个人工作调动的事了 你想一想 无论是你出点什么事 或者我出点什么事 都会给爸爸给咱们这个家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 所以 你仔细想一想 这跟你跟爸爸张张嘴比 这算得了什么呢 那好吧 来 你跟爸爸说啊 你跟爸爸说啊 千万记住 别说是我跟你说的 为什么 傻丫头你想想啊 我怕爸爸多想 一会你出来说给我打电话 我来亲你啊 你吃吧 爸 您就有烧的菜还行吗 嗯 好 手艺大有长进 向东烧一手好菜 我这都跟他学的 那是你的福气啊 找了一个好的归宿 没想到爸爸对他这么满意 嗯 满意 你满意我就满意 冬冬 嗯 爸想跟你说一件事 嗯 您说爸爸 我想让你们搬回来和我一起住 爸爸 您是担心我出什么事吗 嗯 你们搬回来 咱们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照应 防患于未然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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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要是不同意 爸爸不勉强你 哦 不是爸爸 嗯 我 我 我是想 嗯 嗯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是 我觉得 哎呀 我觉得这件事 就不该和爸爸说的 哎 我什么事这么为难呢 嗯 我是说 嗯 与其搬过来和爸爸在一起住 也是提心吊胆的 还不如远离这儿呢 俗话说 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们要离开这儿 离开金山 嗯 去哪儿 向东的意思就 不是 这也是我的意思 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搬到省城去 省城 省城有接受单位吗 有接受单位当然好了 我同意你们去 我在金融部门可能会好办一些 但向东可能比较麻烦 他不想在机关做办公室了 哦 现在各个单位都人满为患 想进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那他改行想做什么呢 我也不十分清楚 我是想 与其改行 那还不如做一些经济方面的工作 这样 我们俩也能有共同语言什么呢 嗯 做经济工作 那好啊 只要能找到对口的单位 爸 您觉得 向东做经济工作行吗 怎么不行 他脑子很聪明 那您觉得 省保险公司那儿怎么样 省保险公司 你雷叔叔那儿 是啊 我雷叔叔不是那儿的一把手吗 怎么 你们和你雷叔叔有联系吗 没有爸 我和人家又不熟 嗯 就是详情 想求爸爸和雷叔叔说一说 你绕了半天就是想跟我说这个 爸爸 您看 我就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个的 如果你 你 不是算了爸爸 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您就当我白说了好了 嗯 那就当你白说了吧 嗯 我知道了爸 对不起那我先走吧 你 今天 你 要 你 你们 真 还是 你们 我以后不会再说了 我先走了 爸 你带我 给他 哥哥生日 好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荣荣拉扯大 把他抚养成人 喂 是老雷吗 我是乔梁 我会把他抚养赔 可以把他抚养成人 来两个小时 走着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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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我估计 一些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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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 怎么样 不行 一直跌 纸都止不住 跳水了 我们那只股票抛出去多少 一顾也没抛呢 你怎么回事啊 不让你赶紧抛吗 越往后损失越大呀 你没看见现在跌停板 根本就没人买 怎么抛啊 不对 每一单数额都很大 这是庄家在出货 完了完了 全完了这下 一上午多功夫 这一百四十万都没了 马上掉资金 回头吃进去 什么 你还要买的呢 都跌到这种地步了 咱可不剩几个钱了 这万一亏你以后日子怎么办啊 少啰嗦 拿钱 快点 这不是王总吗 陈琴 你怎么没走啊 一直在这儿吗 我啊 就一直在这边呢 我找了你好多次 就是见不到你的面 这看样子啊 你可是越作越大了 哪里啊 你是想问运输公司的投资款的事吧 没事 放心吧 都在我这儿呢 已经全部转到煤炭公司去了 而且这回我还做了公证 我跟你保证 一分一离都少不了你的 王金花 你看 我不知道你把我的股份转走了 我呢 也不想参加什么煤炭公司 你看咱们找个时间办个手续 你让我退出来好吧 可以 但是你得想好了 你可别后悔啊 好多人想要都要不到呢 那咱们就今天 我见你一面真的不容易啊 今天是肯定不行 市政府让我来开会 我这都晚了 来不及了 这样 你改天吧 你改天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我得赶紧走 把电话啊 就这么电了 喂 是乔丽啊 喂 申请阿姨 有件事我现在必须告诉你 什么 你买进了中阳了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啊 我没来得及告诉您呢 当时我看它是一只小弹骨 技术指标不错 骨骑又会活跃 我想短期操作一把 那你总共买进去多少啊 很多 都满仓了 申请阿姨 今天的行情您看了吧 没有 但是我知道中阳 这只股票迟早都要跌的呀 今天已经跌了 这下可惨了 我套进去一百六十多呢 申请阿姨 我打电话给您 就是想听听您的高见 我想在低位的时候再杀回去 您觉得呢 乔丽啊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你知道吗 中阳股份的跳水 它是有原因的 他们的报表都是虚假的 而且 他们公司的董事长 已经协款外逃了 留下两个多亿的外债 你知道吗 法院呢 已经查封了他们全部的财产 而且全部都冻结了 乔丽啊 你千万听话 别乱来了 啊 别别 资金到账了 买单还下不下 五行最好还是先别买 要买也买不到最低点了 真的 真的 那这五票已经直接期望了 还涨了一点 涨了七分 买 马上下单 买多少买多少 你说什么 这是机会啊 你懂不懂 亏你跟了我那么久 一点悟心都没有 别说了 时间就是金子 好 好了 今天的论众会就到这里结束吧 大家散会 走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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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走 你坐下咱们聊聊 好 说实在的 我已经啊 跟咱们这个新老书记 好长时间没聊天了 我呢 一会儿还得赶回省城去呢 资云啊 咱们总不能看着老乔同志 打一辈子单身吧 对呀 特别是你 你得关心一下老书记啊 说你是老书记 你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我们呢 总不能够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呀 不过我听说乔梁同志 已经在物色对象了 谁呀 既然两位领导这么关心我 那我就向你们汇报一下 最近 我确实和一位女性 有过一些接触 互相感觉也比较好 但是 离真正的 谈起对象来 这还有一段的距离 有距离 想办法缩短距离吗 谁呀 紫淫不认识 维国同志见过他 深情 深情啊 深情谁 就是那个新加坡来的那欧阳先生 一起来咱们考察的那个女岗商啊 哦 这么说是个海外商人了 不不不 他其实原籍是咱们金山人 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去了香港 对 我了解了一下 他在香港纯粹从事的是商业活动 无党 无派 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怎么样 二位领导 我要是和这位女性 真正的触起对象来 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吧 我倒没什么问题 就看梁胜长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呢 你是地方党委的一把手 这个呀 你得说了算呢 好好好 我总觉得这心里不塌 好像跟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但又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 活呗 把你的活给下没了 莉莉 我还是觉得刚才那三十万太毛钱了 那可是咱最后一点加点 你还有完没完了 这样 那三十万要是赚了 那都给你 要是赔了 就我想办法都赔给你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莉莉 那些钱不本来都是你的 我不要了都给你 如果我一时半会儿赔不出来 以后杂锅卖铁我都会赔给你的 然后我们俩就分手 从那以后我不用再见面了 莉莉 我不是那意思 你听我说的 老乔 你跟那个深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刚刚接触而已 你有没有想法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段时间我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事 你要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 还想继续下去的话 我倒是觉得真有点不妥了 咱们是老朋友 无话不谈 我是想提醒你啊 要认真考虑一下 当然了 你如果想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不动 那都无所谓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有希望动一动 你别套我话 我什么都没说 行了吧 就算你对我说了什么 这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老兄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是做了党群工作多年的干部 你想想啊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 娶一个境外的女富商来做老婆 就是上面不说什么 群众怎么看呢 要是叫你 选择这么一个领导干部 你难道就一点顾忌都没有 我认为 感情婚姻 纯属于个人的生活范畴 只要不违背党的原则 不违反法律道德 就用不着有那些顾虑吧 你要是这么想啊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过我想提醒你啊 你现在是闲职 别人说你什么呢 那都是闲话 但如果有一天 你由闲职转到了实职 那别人说你什么 可就是实话了 啊 到那时候说不定啊 你还会受到伤害 你说你 选谁不好啊 非选这么个女港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刚刚接触而已 你是刚刚接触 别人可不怎么认为啊 神强 神强 你真的不知道 乔妍的去向 你不是说 他给你来过一次电话吗 是打过电话 在电话里 他没有说话 这不是吉人吗 我的意思啊 你竟可以放心 他能主动给你打电话 就说明 他很想念你 没接你的电话 是不是怕你批评他 是怕 把他独立奋斗的意志 给动摇了 我想啊 他是在等待时机 等待时间 什么意思 这时间要是再长一些的话 你们彼此之间 就会更冷静一些 这是吉尹啊 再者就是 他可能是要充分地 利用这一些时间 来看出一些成绩 证明他的选择 是对的 也能得到你的认可 我想问你 乔丽炒股 跟你借了多少钱 那是我委托他炒股的 不是借给他的钱 为什么要偏偏委托乔丽呢 他是学习投资管理的 再说 他对股票市场的感觉 又特别的好 那他要是亏了 那他要是亏了怎么办 亏了就亏了嘛 本来就是个赌嘛 全当给他交点学费吧 能不能不给他交这个学费 我怕他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你让他干什么去啊 他学的就是投资管理 你总不能够说 把他调到你身边去吧 让他也去做办公室啊 人情啊 我这几个孩子和你的关系 都不错 尤其是乔丽 他把你当成了朋友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你不要被他们利用了 这几个孩子都大了 有些问题和我很难沟通 如果他妈妈还在世 那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给我提个醒 别像现在这样 乔严走了我都不知道 不然也不会发生 这样的不快 没关系的 不打不成交吗 行了 走吧 老龙 快醒醒 江仪是快到了 小懒猫 大懒猫 哎呀 悉天悉地 想不到我都快受不了了 我可真是佩服你啊 这车轮子一转 你就睡着了 一觉睡到省城了 你一点都没睡啊 你昨天一夜都没闭眼 我可舍不得睡 我的眼睛啊得睁大点 我得亲眼见证这历史时刻呀 什么呀 不就是到个省城吗 还见证历史 哦对了 得给爸爸打个电话 跟他说一声我们到了 不着急 等咱们安顿好了 再打也不迟啊 周朗你知道吗 我们省保险公司 盖的那个大楼啊 特别期盼 那可是你老公的第二起跑线啊 嗯 哦对了 还得给乔丽打个电话 行了行了 这些电话通通由我来打 等咱们到了新家 拿咱们新装的电话打 多好啊 是不是 你知道咱们新家有多大吗 一百四十多平 一百四十多平 嗯 等过不了几年啊 我让你住鼻属 真瞎吹 哎 你就不打算跟我说一句话吗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跟我说 那我们俩就别过下去了 这样多没意思啊 我就不明白了 不就是亏了点钱吗 算什么呀 钱多钱少 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一群数字而已 但这些数字对我很重要 我现在急需五万没有啊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怎么 你怎么还大声冲我嚷嚷了 对不起 丽丽 哎 我跟你说实话吧 是我儿子他妈病了 现在继续用钱 儿子他妈 你们不是离了吗 是 婚事离了 但那毕竟是我儿子他妈呀 乳腺癌 得赶紧开刀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 不是 我是可怜的 弄不好 人就没 可怜停车 干嘛呀 我让你停车 你没听见 下车 立立你 我让你下车 这是我的车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下车 丽丽 我真的不是有心想伤害你的 网群一拐就是肿瘤医院 想要陪你老婆去 小鱼啊 这杯酒首先祝贺你的乔前之喜 来来来 诸位 雷总 请允许我第一杯酒 先敬我的太太 好啊 应该应该 夫妻之间嘛 应该相敬如宾 这是传统美德 小乔啊 你带你父亲喝一杯 我敬你 雷叔叔 我真的不会喝酒 金融系统的人民卫士 都个歹徒的人哪 哪能说不会喝酒呢 是啊 雷总 真不会喝 这样 我先提他喝 先干为敬 好 好 好